3月3号全台大停电 供电的稳定性再度被质疑 有台电内部员工 向平面媒体爆料 指出全台电网脆弱的原因 就是台电综合研究所 将降低高压电缆的 耐压检验标准给降低 就像现在要新建的 大潭接气站 也将用十几年前的 替代方案来验收 对此台电公司还表示 还在严谨回应 而学者也点出了 台湾缺电是事实 质疑政府扭曲缺电的定义 铁卷门打不开 红绿灯漆黑一片 三三大停电 全台民众多少都受到影响 追究原因问题出在电网 台电内部员工爆料 说是因为综合研究所 把高压电缆的检验标准降低 就连现在准备新建的 大潭第三接气站 连接林口电厂的 超高压电缆工程 都准备用十几年前的 替代方案来验收 工程品质放水 才导致电网脆弱 对此台电还在眼里回应 怎么会一个新达电厂 出状况全台都遭殃 尽管政府再三强调 这不是缺电问题 但学者认为台电公布的 倍转容量率数字不切实际 一年内三次大停电 台电董座和总座双双请辞 外界看好经济部次长曾问生 渴望接转台电 经济部长还是往美花 那次长的责任是很广 但长久来这个能源的业务 是由曾问生次长来担任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先检讨 先检视整个台电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电力维系国家经济命脉 对民生而言更是重中之重 就责停电原因 和电网工程品质 有没有关系 外界都在等台电给答案 近期东北季风带来 境外污染物加上 破散条件很差 造成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 大受影响 如今又因为南部电厂意外 为了能够稳定供电 台中火力发电厂 七部机组火力全开 满载发电 让中部地区的空品 是雪上加霜 不少民众因此出现了 眼睛跟鼻子的过敏症状 到小儿科求诊的患者人数 也明显增加了两到三成 鼻子经常比较过敏 不少民众这几天眼睛痒 鼻子痒实在受不了 赶紧跑来诊所求救 受到空气品质影响 不少过敏儿陆续来到诊所报道 咳嗽鼻涕让人无法忍受 甚至出现全身酸痛 严重的还可能诱发气喘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带来境外污染物 由于环境扩散条件差 让西半部不少县市空品亮橘灯 如今再加上南部电厂事故 为了稳定供电 台中火力发电厂 七部机组火力全开 满载发电 让中部的空污问题雪上加霜 伴随空污跟温差的变化 那个患者平均都增加二到三成 那PM2.5它对于我们肺部的那些 穿透力都是比较强 沉积在我们的肺部 或者甚至穿透血管 然后导致我们身体的发炎的反应 然后引起我们过敏的发作 包含台中彰化地区 这几天户外天空都是灰蒙蒙一片 医师也建议空瓶指标AQI 橘灯等级以上 外出口罩务必要戴好 不然就减少出门 才能够有效的降低对健康的危害 这里说王东山戴罗帽 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303全台各地发生了 区域性的大停电 突发状况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云林知名的游乐园 在这一波停电当中 也传出另类灾情 负责脸书的小编 当时正在用电脑画宣传海报 没想到画到一半瞬间停电了 而让他最崩溃的是 这档案完全没存档 前功尽弃 他也集中生智 用手机拍下了海报的手稿单 搞笑地上传脸书 没想到引发了网友疯传 意外等到了更多的回响 这一张是游乐园的最新活动宣传 上头有恐龙摩天轮 还有漂亮的美工设计跟编排 不过再看看这一张 不仅少了精美图案 连颜色都没有 一次一句全是用铅笔手写 就是这么简单朴实 一张手写底稿 却在网络上引发透论 最有诚意的宣传 手写的温度 因为不清楚 反而更认真看 还有人说这根本是被游乐园 耽误的画家 原来三月三号上谷 全台各地发生大停电 云林游乐园一名脸书小编 当时正努力用电脑化宣传海报 没想到瞬间停电 让他超崩溃 才刚做图没多久就没存档 档案就整个都不见 然后看到那个荧幕黑掉的那一个瞬间 真的是觉得非常错愕 真的一切只能愿陪做白宫 不过接下来小编集中 生智竟得到意外的犯效果 想说我们刚好有画这个手稿 那就是赶快再加上一个小编 没存到档 我们就赶快把它po文上去 po文中之提到了 停电没存到档 只好用手写的详情 自己看官网 po文后留言与分享次数 快速破迁 连按赞数也破万 引发热力回响 也让游乐园在303大停电后 一张手写的宣传海报 另类灾情成了另类收获 借国正义云林葬道 史上最硬的14天 新式教兆在今天正式登场 首踢400多名兆员 一早到了桃园 卢竹国小报道 更进行逐一的快筛 这批教兆员 将以防守领候海滩 为训练目标 新式教兆14天不休假 每天失讯10小时 课表排得很精实 也让这些兆员直言说 心情不是很好 来报到的嘛 来这里请 好 欢迎你 长官在校门口迎接 兆员报到 这被称为是最硬的 14天新式教兆 5号正式起跑 首踢400多名兆员 一早在桃园 卢竹国小报到 将以防守领候海滩 为训练目标 心情不是很好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跟 当兵蛮有缘的吧 那你有最期待哪个朋友 打靶吧 如果可以一直打靶 我应该会蛮开心的 也有退役军人被召回 七小共同来道别 其实会想家啦 对啊 而且小孩刚出生 而且我老婆现在肚子 那一胎也快生了 那你要不要赶快报一下 有有有 刚才有报一下 跟七小离别的拥抱 就尽效报到 先查验身份再消毒 最后还得快晒婴 才能完成报到手势 而国君每天都会配发口罩 给兆员佩戴 但万一有人确诊呢 有营区群聚事件感染事件的SOP 我们除了极客送医之外 也会写请地方卫生局 来实施疫调 这回已经预告十四天教兆 不实施休假 涉及训练战斗教练同步实施 还要野外素营 行军一回至少十公里起跳 操课日间是八小时嘛 然后夜间还有两个小时 比较不会有 没有说让你有休息的时间 但是当然还是会让你 晚上吃完饭洗澡这样子 你认真觉得这样能够 恢复你们战力吗 基本上这个问题有点尖锐 毕竟我以前是职业军的嘛 所以说基本上不可能 虽然课表比起七天教兆在升级 但能不能着实提升后备战力 被外界放大检视 记者林兄侯正人 SNG小组桃源报导